第十八集 韩信在反秦起义中先投靠了项羽 但在项羽处得不到重用 因违反军纪而被捉 韩信想方设法地逃出来 逃亡路上 韩信贫病交加 差点饿死在了过河的船上 幸得一个撑船富人的一碗饭相救 方才活了下来 之后韩信见刘邦势力日盛 于是前往投靠 但在刘邦处 仍旧得不到重用 无奈之下 他准备随东逃的士兵离开关中 不料途中 被对他极为欣赏的萧和追了回来 之后这韩信时来运转 被刘邦登台拜将 随同刘邦开始了楚汉战争的征法 并且在战争中屡屡获胜 最后将项羽逼死在了江边 韩信为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使之成为汉出最大的异性王 这次是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